新竹民基本法 第一個跳出來倡議 第一個提出法案 在新的國會 一路往前衝的 叫做麥玉珍 民進黨八年不做 跳票了八年不做 麥玉珍 台灣民眾黨 提名他當部分區立委 他從來沒有忘記過 他在國會裡面 最重要的責任 就是幫我們 所有新住民的同胞 新住民的姐妹 新住民的兄弟 所有認同台灣 這塊土地的新住民 爭取他們應該有的權益 讓他們 不要再被歧視 麥玉珍在這個協商 的會場 做了多少的退讓 他做了多少的退讓 他一再退讓 一再忍受 因為他心裡面 記得的是新住民 退讓到他 連他推出來的法案名稱 都被民進黨改了 結果這樣民進黨還不滿意 麥玉珍一再委屈 有求到權嗎 沒有 他一再忍耐 一再委屈 一再退讓 那 結果換來的是什麼 鋪天蓋地的魔洪 鋪天蓋地的魔洪 這個週末 台灣民眾黨黨團 看到了民主進步黨 黨團 幹部所發動的攻擊 我可以老實的跟大家報告 為什麼今天除了不在國內的林玉君 七個人全部都出席 大家非常憤怒 大家非常憤怒 非常憤怒 團結在一起 要為麥玉珍委員 要為新住民朋友 討公道 新住民的人數逐年升高 他們被歧視的問題 賴清德總統沒看到嗎 賴清德總統沒有看到嗎 選前的時候 如同七凱所講的 為了騙票 什麼花言巧語都講得出來 選後 公然的歧視 麥玉珍提新住民基本法 剛剛三三委員講得很清楚 在政策上面做宣示 要求行政部門要履行義務 他什麼時候可以凌駕其他的法律 民主進步黨自己的發言 充滿了錯亂 來我帶大家看 剛剛有一張 本來要講的 後來跳掉沒有講 民進黨一方面說 基本法是空中樓閣 只有政策宣示的效力沒有效果 結果轉頭一變變成什麼 基本法高於其他法律 很可怕 隨時不斷在轉換自己的立場 隨時不斷在自打臉 只要符合民進黨的政治利益 民主進步黨的立委 推新住民基本法是叫好棒棒 麥玉珍推新住民基本法是在賣台 夠了沒有 夠了沒有 還要抹紅到什麼階段 還要抹紅到什麼程度 麥玉珍委員有像你們民進黨的人 為了賺自己口袋裡面的錢 出賣國家的科學成物流嗎 油臉抹紅喔 無恥沒有下線 依照黨團的決議 這個週末 麥玉珍委員 黃珊珊委員 在黨團正式提案 撤簽 協商 接下來 依照議事程序進行 委屈 換來的 竟然是抹紅 委屈退讓換來的 竟然是在這整個立法的過程當中 再一次的踐踏 新住民的尊嚴 黨團一致決議 撤簽 接下來的協商 今天早上 之所以會比較晚開記者會 是因為所有黨團的成員在思考 這樣的協商有何意義 誰還要去協商 坐在那邊協商 成為民進黨政治攻擊 抹紅抹黑的對象 誰要跟民進黨坐下來協商 要協商 要協商什麼 要協商什麼 協商到底是在討論法案 還是讓民進黨自意的發動攻擊 抹紅抹黑 就像我上禮拜 我坐在那邊協商打炸事法 黨團總召 特案修法的不正是你民主進步黨的立委嗎 自己做一堆這種垃圾事啊 避而不談 敢對別人 自意的抹黑坡糞 忍無可忍無需再忍 撤簽以後就按照議事程序啊 哪一個國家的制度 法律是要用喬出來的 黨團協商的制度 本來就是中華民國台灣獨步全球的制度 哪一個國家的法律規定 法律是要用喬出來的 這個問題我也可以建議大家 可以去問問民主進步黨 國會改革大師林卓神 哪一個國家的制度 法律是用黨團協商 規定一定要透過黨團協商喬出來的 那不過去 那其實就是過去 王 王金平跟柯建民的體制嘛 在王科體制之下讓柯建民 取得不成比例的影響力嘛 所以他誓死要透過黨團協商 來喬出他要的東西嘛 台灣國會的歷史 血淚斑斑不正是如此嗎 那就按照議事程序進行啊 就按照議事程序進行啊 大家有共識的部分 我們都會透過我們再修這些東西提出來 沒有共識的部分 就按照議事程序處理 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戴還未能 絆行